又是一公斤级的吕正鲁和崔柳才 吕正鲁在台阶的一场比赛中 与第一阶段就以十字步和三个角形犯了对手 他明白他的对手战意使用地面技术 为了对武器的比赛 他每天训练八个小时 极空极高次的地面对方的力 崔柳才则在飞进两场比赛中 获得了两天胜 也许两次在第一步做了这种对手 而为了赢得这次比赛 他声称他这些读得特别训练来做高手 这场比赛对人的方向 就是十分接近的选手 注定将对他精彩的比赛 好 蓝方现在出场的选手 应该是来自天津K1的吕震宏 首先出场的吕震宏 吕震宏呢来自天津 而来自三西 三西园但是训练地的天津 天津 天津 他的场向是天津 呃呃 吕震宏呃 在天津K1泰拳柔术馆训练 而且年龄不大 就是19岁 是的 呃 小将 呃 但是前两场比赛在入户表现不更精彩 第一场比赛 第一场比赛打的 对手是小别克 一场激烈打了三回合 第二场是对 北京河海的一个目的军选手 三脚脚变十度获胜 今天他要对的对手也是一个柔树贵材 崔刘才 好 那么接下来出场的就是崔刘才 今年23岁 来自河南在训练在北京 他是北京全天下的一名运动员 对 他的身高是一米七一 他的风格是巴西柔树 我们都知道巴西柔树的战长地变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看看 李正红和崔刘才两位年轻小将之间对决 到底谁能够更胜 OK 崔刘才他是全天下的属于第二代成员 我们都知道第一代有最有名的张点权 李景亮 这位选手他非常有个性 对的 发型每一次出场都不一样 很会秀的一名运动员 我很喜欢的一名运动员 是 OK 他现在他出场呢 头上绑了一个中国的那个中国国旗的一个丝带 然后头发呢是有点像墨西干 然后后面又扎了一个辫子 对发型不是很了解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发型 然后他最近有在我们知道辽宁有个地方叫丹东 朝鲜边境朝鲜和中国的那个加州江边上有个有城市叫丹东 他在丹东在开展那个MMA的教学 那里面有个馆他在那个馆住了老师啊 我们这里有辽宁的或丹东的朋友也可以去那边去学习 那虽然他写的是巴西柔树但是上场的风格有点像泰拳 哎对 然后身上有个小蝎子 那应该说是两位个性鲜兵的选手 好的 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双方选手 蓝方选手呢是来自陈西瑞武战技一胜一户 身高172分体重61公斤 那就是代表天津K1泰拳柔树巨热湖出战的李正宏 好的 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红包选手来自河南锐舞战技的两胜领 腹身高171公分体重61公斤 代表北京全天下国际俱乐部出战的崔柳彩 好的 接下来有请我们本场比赛的场上台湾人杰伦的佛罗先生有请 好 各位朋友第二场比赛开始了吕震宏对阵崔柔才 胖柔才呢是红防选手 是的 红柔才是穿紧身短裤的是崔柔才 我们这个资料上写的有点误差 其实李准宏的身高我们可以看到比崔流才高很多 他应该是身高大概有1米78左右 崔流才说失业打我不疼 这两位选手其实我都很了解 因为都有跟我一起训练的经历 早期我跟崔流才一起训练过地面 后期我在天津有过一段训练时间 是跟吕震宏我们看到吕震宏都次打到崔流才的面部 应该崔流才还不出拳是应该想把它拖入地面 但是可能崔流才不太清楚的是 吕震宏现在的柔术水平是蓝带水平 也是很好的一个地面选手 而且我相信如果因为崔流才的比赛比较多 要残暴 要残暴没有成功 所以到了地面以后谁能够最终过程还很难说 也是 但是我认为现在的天津的这个俱乐部的选手 吕震宏应该对他针对了很多的红色意识 而且他的身高体重 身高已经非常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他必须要打站立 他应该是控制距离 让崔流才不能跟他接近身体 崔流才我们多次看过他的比赛 他的战力水平还是有限的 但是他的地面水平非常好 在国内的水平也是非常棒的 他多次的获胜都是通过地面的缠斗 好的 我们看到他的好的都想去了 倒地 两个人倒地 崔流才把他放入 把吕震宏放入隔队 公闭是防守 要住安排 要住安排没有成功 垂击 我们看到这个吕震宏也非常聪明 我在地面不如你 那么到了地面以后 不行我就起了 这场比赛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两名选手都是年轻的小将 打得都很聪明很激烈 崔流才现在的问题就是 要怎么样把对方投入地面 是的 而且这个机会怎么把握 现在非常难 因为对方我们看到这个吕震宏 他现在的距离感非常好 而且对这个距离的把握上 很准确 崔流才是似乎 现在还找不到太好的办法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 崔流才这门选手 以往的战术 都是地面 因为他在地面上 残兜的时候 使用的方式和方法 变化的也很多 呃 呃 吕震宏呢 就是 呃 意思是说你也不行 来地面 来地面 这个 崔流才压得很紧 这个 这个典型的一个 CTT式的打法吧 CTT所有的人 都习惯 压入式 就是不断的往前突突突压 压着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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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踏实固定 好 这个拳中拳打到了下巴上 宇泽宏差点为Q 压师头抱摔 哎 抱住了 抱住了断头台断头台 能不能坐住 能不能坐住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请不了胯没有用 他应该旋转 哎 过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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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腿之后能不能解脱 是 哎 哎 想要袭击没有成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两个人的柔数水平 用这个肘 袭击对方的内部 是 吹刘才的地面的感觉 还是要比吕正宏好很多 对 他能够抓住机会 哪怕是 刚才的 帕斯盖尔的过程 就可以发现 他的这个很顺 很流畅 对 是经常练习地面的一个方式 哦 要翻 没有翻过去 但是吕正宏在这个位置 这么硬包的头 也是很费力气的 对 看似好像有所 但是没所 哈佛盖尔的 哈佛盖尔的对下车元的选手 其实有好处 哈佛盖尔的 抓住了 这个时候 其实吹刘才 可以用上次 巨马别克打 张强的方式 用肩去压对手的脖子 也会对底下的选手 造成很大的窒息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李正宏啊 现在是死死的锁住了 吹刘才的 是的 控制一个人头 他就很难受 吹刘才用肘 打对手的大腿 根部 这个位置很难受 打的也会 看能不能 而且腿还被锁住了 腿被锁住了 所以说 就在我们解除鞋的对面 所以看得非常清楚 是的 现在很难受了 现在要准备解 加油 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开 能不能解开 看能不能解开 很费力气 十指抱头是很费力气的 其实李正宏也可以放开头部 想办法给他 给他放开 然后换一个位置 第二回 第一回合 马上结束 十秒钟 我们听到底下的选手的 K1的老板的喊 第一回合结束 应该说 双方在这个 这个回合当中的这种缠斗 在地面 双方 应该说都没占到太大的便宜 是的 首先是我们要说的是 纯柔术的感情的话 我个人还是 崔柔才比较强一点 就通过他刚才那个 帕斯卡尔的 就是过腿的那个 很流畅 对 没有一点 阻碍的感觉 但是呢 李正宏的力气可能也是很大 他夹住了对手的 崔柔才的头 进步以后呢 崔柔才很难有效的逃多 取得一个非常优势的位置 本身在侧面 应该是优势的位置 但是他没有顺利的 达到优势的位置 应该有的打击效果 对 然后一直逃到时间结束 导致了李正宏 又有机会站立起来 跟他进去做斗争 呃 崔柔才的这个 呃 关台在侧面 攻击的 我刚才说了 他可以用手臂 左手的手臂 你可以去压对手的脖子 对 或者用肩 用球 对 然后你会很 下面会很难受 然后因为难受而放开了你的脖子 好 那么第二回合 我们看一看啊 第二回合 这一回合也给崔柔才提了个醒 也就是说对方到了地面呢 他并不弱 对 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 你不一定在这个地面 你就能占多大优势 所以呢 也给他提了个醒 所以在第二回合比赛当中 他会不会在站住上 做一些调整 是的 另外呢 这个吕震宏我们来说 这个十九岁的小将 是 在第一回合当中 他没有吃亏 而且呢 似乎好像在最后的阶段 还有一点点优势 那么在比赛当中 是不是把信心又提起来了 在第二回合比赛当中 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长处 发挥得更好 而且 吕露才呢 喜欢打冷拳 冷拳 就是他不怎么出拳 但是如果他出拳 他就想逮到 抓到 吕震宏的下巴 这些有效位置 我们看到 第一回我们看到 吕震宏的拳法 特别失色 多次有效的打击到 吕露才的脸上 虽然造成了那个 KO式的杀伤力没有达到 但是 我相信不用了 又是这样 就是这种拳头特别多 很多 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 吕露才的左边的脸有一些 有一些 是的 对 所以在比赛当中呢 我们看到吕露才 现在也是步步紧逼 他虽然是挨了 我们呢 又挨几下 但是呢 这个抗击打能力 尤其是这个脸部的抗击打能力 似乎要比较强 但是有一点 大家要清楚 就是如果不断的 就是这种小碎拳 对你的脸上不断打击 会出现两个状况 第一 你的脸上会出现很多的股块 一种 然后你的眼睛慢慢会封住 充血 充血封住 你就看不清了 然后咬不住你的下膀 慢慢就容易上失这个战斗力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叫迪亚兹的选手 对 很愿意打这种拳法 那么在比赛当中啊 双方啊 现在这个表现欲望都非常强 是 往往是挨了打了以后呢 还表现出一种非常轻松的 也是为了给对手一些 心里的压力 对 他是想利用这种压力 一个是两个人 应该说给观众带来了一个非常 是的 非常好的一种欣赏 是的 我们可以看到 裁判施益他们不要用手指 因为手指呢 容易 发了一个冲击波吗 龟派气功啊 龟派气功啊 不要用手指去打 因为容易手指擦住眼睛 伤眼睛 对 伤眼睛很危险 我们看吹牛台也是很爱表表表表现和表演 这个就有点像前击里头的一样 前击手套但是仍然不允许开展 是 那么比 我们现在这个全球 我们这个手套呢 要比全球手套还滑 而且呢 他要可以 下前 包摔 又被锁住了 又进入了哈佛盖的式的断头台 跟第一回合比赛当中是如出一辙 是的 好像现在呢 只是说 他的这个 夹住的这个头啊 有一边这个坚持在外头 是的 这个位置其实 也可以做成断头台 是需要一个旋转 需要一个旋转 需要力导 对对 你的力量很大呀 加上的旋转扭腰 如果你力量不够啊 就利用腰斧的旋转可以拟住你的力量 对 我们看这个吹牛台是两次都被对方锁住 两次这个进步都被锁住 是的 但是这样的进步锁住是杀伤力 是没有什么大的杀伤力的 嗯 吹牛才说过 又又又被他死掉了 又出来了 又被发死掉了 这一次好像 被拿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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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吹牛才 吹牛才刚才那个一列的动作特别完美 特别漂亮 但是 我就不得不在这里告诉一下 现在的吕尊宏 已经不是当初 只会站立的那个吕尊宏了 而且 吕尊宏的力量 可以从这边看出 他的手臂力量非常大 我上次也有跟吕尊宏 做一些地面上的交流 吕尊宏的地面技术 就进步很大 是的 吕尊宏进步很大 如果我们一看到 吹牛才来的这个多次 想在地面上降服他 都没有达到 那就吕尊宏 还是没有保 就是掌握住自己的一个防摔的一个能力 如果他有像王冠一样的防摔 我相信他在这个级别也会很出色的 对 好的 拿错了 单腿抱摔 单腿抱摔 这一拳跟上了 这一拳跟上了 打得漂亮 这个百圈打得非常漂亮 漂亮 两个人也非常有意思是什么 一个是左势 一个是左架 一个是右架 我才看的 是的 两个人现在都是 都是左架 所以在比赛里头非常有意思 根据对手的不同情况 他们做出一些不同的反应 是的 我们看到吕尊宏的地面 站立技术 我现在也有进步 这第二回合马上要继续 马上要继续 应该说这一场比赛 打到现在的几个非常精彩 是的 两个选手打的是很漂亮的一场比赛 两名小将在体能上动作上 都保证了一个非常优秀的 现代运动员应该有的一个竞技水平 对 节奏很流畅 我们看到 双方的教练员在布置新的战术 最近在第三回合 刚才我们看到 那个比赛结束之后 教练员告诉他 你要脸色 要不停地骚扰对方 是的 不要跟对方啊 这个离的这个距离保持得太近 两名出色的小将 中国的未来的MMA之星 对 今天在这里对创非常漂亮 我非常喜欢看年轻的小将比赛的对决 他们都很有出力 打得很漂亮 特别是这两位都在中国 现在是比较有抢力的那名运动员 对 那么在现在我们国内 像这种选手啊 现在就是比较欠缺 比较缺乏 越多的这种年轻小将能够出来 我们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越高兴 是的 因为现在这些卷材啊 尤其是这种好的材料 就需要在比赛当中不断的不断的 而且我们可以 而且呃 吕正宏的这种这种身材啊 在我们这个MMA全体来说 他这种身材是非常好的一个苗子 对 就是那个修长 修长 修长这个腿长手长 像蜘蛛一样 就有这种身材 是我们比较推荐的 喜欢的 但是这里不得不说什么呢 不是说只有这种身材 他在MMA 只是大家比较喜欢那种身材的那个 运动员 有培养价值很喜欢 但是 但是身材比例非常好 是的 但是矮的呢 比如说矮出胖的 大家也也也也不是说你就不好 只不过是你 你的这个模式不会很占优势 对 也就是说我们说的 有身高优势的话 他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的 在比赛当中他就能够 有效的控制队 而身材矮小的呢 往往你就必须要贴近 你要打进去 哦好的 双方你来我往各一拳 各一拳 底下的教练主带给 吕震洪涵少踢 但是吕震洪没有有效的执行 这个战术应该是听不见 我们知道虽然很近 但是在场上的运动员很大 难听见场下的人在喊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教练员告诉他 动作多一点 不要往后退了 意思说你要一定要接进去要打 是 手有点低 两个运动员的手都比较低 现在出球台手还打得蛮好的 要打下钩但是没有成功 先来勾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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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就是教练员 好的 好的 这拳打在下方上 刚才这个崔柳才的一个身中机器 看上去好像要去下潜 当对方这个注意力往下的时候 突然 这也是MMV里头非常常见的一套战术 对 非常常见的一套战术 就是下潜爆摔和后手轮摆 结合在一起 好的 最上边踢到脸上很很很放 ру 这 Porque 哦 呃 吕正宏感情的判断是判断到 呃 他认为呃 吹牛才可能要要交换以后要下潜 但是没有打到 你是一个MMV运动员应该有的一些战术的思维 他预判性õ 这一招 现在双方打到最后这个阶段呢 显得都比较谨慎了 是的 都比较谨慎了 因为在前两个回合 双方的应该说积分的基本接近 对 close guard 崔刘才把他放 崔刘才被李最红往close guard 李最红用手机不断的抵打他 崔刘才把李最红往龙边靠 对 靠到边 这就是经验 是的 他在中间锁不住 必须到了旁边以后 他才能够有效的 因为放到龙边以后呢 李最红很难使用胯 如果你胯转不起来 就很难使用一些 安班啊 三脚脚这些技术 走机 两次 三次 不断的进行走机 李最红应该用脚把他蹬开 李最红现在不应该把 这些技术 来 欢迎到我们的正红 此时此刻的心体如何 说实话 在前两个回合可能优势比较明显 但是在第三个回合好像 让自己是不是心里面也是 对这样一个结果也不敢肯定自己过程 所以你觉得现场我们现场这么多观众 给你的这种鼓励 你应该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的鼓励 谢谢 谢谢我们的吕正宏 你还是没有跟大家说的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谢谢 谢谢乱虎 谢谢 谢谢我们的 谢谢 胖子特 好的 那谢谢 谢谢我们的吕正宏 好